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沟通无线节目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元宵佳节 那么在这一天很多的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那么借此机会我代表沟通无线栏目的所有编播人员 祝大家合家团聚 万事如意 那么说到元宵佳节 我想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要吃元宵 说到吃元宵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 他不仅自己爱吃元宵 而且做元宵一个小小的元宵 可以说做出了一个大市场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看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好 那么下面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沟通无线做客的嘉宾是三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泽民先生有请 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 您请坐 今天是元宵佳节 应该说您做的这个事业也是一个甜蜜的事业 那么借此机会首先想请您跟全国的观众说一下两句 好 今天是元宵佳节 祝全国人民团团圆圆 幸福美满 谢谢 这个元宵佳节在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我想这个陈先生做这个汤圆的事业 肯定对他的文化和历史也了解不少 你给我大伙说说 这个我们都知道元宵佳节要吃元宵 这个历史很长了 咱们中国呀 两千年前呢 在汉朝的时候就开始有元宵节了 这个元呢都是元旦 这个宵呢都是晚上的意思 古代这个宵嘛都是夜晚 正好这个正月十五呢 是元宵最元的时候 又是一年的开始 东去春来 大抵回春 气象更新 这是一年的好日子 在古时候啊 咱们中国传统的元宵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以前最早的时候呢 他们好像从宋代 唐代 那时候元宵呢 它都是用糯米面呢 做成一个原子 好像都是叫做面茧 都跟那个产茧一样啊 一个一个叫面茧 后来呢又叫做粉团 粉果 后来呢 因为这个煮了以后 它会飘起来 又叫浮原子 因为它浮起来嘛 又叫浮原子 水原子 很多名字 那么后来再发展了以后呢 后来他们都 又把这里头加了一些馅 加上一些芝麻呀 豆沙呀 或者加上一些 其他的一些馅了以后呢 这个品种都更多了 慢慢的话都叫 因为它是元宵节吃的东西嘛 所以都给它叫元宵 田先生 其实很多人 对您这个 怎么发现汤圆 做成这个苏洞汤圆 这个事儿了解的还不少 但是他们对你的年轻的时候 你过去的经历呢 了解并不多 你能谈谈那段经历 对你的影响 我六五年呢 从新乡医学毕业 学医疗系毕业 这个我都自暴奋勇 到四川一个深山老林的一个三线工厂去工作了 那时候我是外科医生 那在四川那个深山老林里面 三线工厂里头工作了十几年 那这个就和当地 像当地的农民呢 学会了四川的一些小吃 就像做汤圆啦 做米花糖啦 腌啦肉啊 做泡菜呀 还有好多这个当地的小吃 在业余时间我就就学会了 这那当时呢 没有想到以后还会有用 都是元小姐自己做一点 都好像北方煲水饺一样 自己做一做 那都很家常的事情 那从四川回来我都有一样东西 我都 其他东西都 都无所谓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带回来了 什么东西啊 请大家看一看 哎可以啊 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 这是什么呀 就从这个小石墨说起了 嗯 呃 在四川呢 我逢年过节啊 我就用这个小石墨 推糯米粉 做汤圆 嗯 做米花糖 做猪耳巴 椰耳巴 哎就靠这个墨在家 没事都推些 那这样一次这下来 能包个多少个汤圆 哎呀那看你 你要下功夫弄个 呃 就是一次了 咱就按那个 一次了 泡一次弄个五斤六斤 反正自己吃不完 啊自己吃不完 这是咱们最原始的 做汤圆的这个工具 对 嗯 回到郑州来以后呢 呃 逢年过节啊 我们自己家都自己 泡点姜米 自己推一点 推了以后 做的汤圆呢 我自己 好像是 我光我自己吃了 还觉得还不够饮 过瘾 我又把自己做的汤圆 呃 这个 呃 弄好了以后 给周围的邻居 呃 朋友 看看 哎 凡是吃过我 我们包围的汤圆啊 他们都赞不绝口 说你们家包的汤圆这么好吃 哎 你们家今年这个食物 是不是还自个儿包呀 真想尝尝 那不是啦 那我都吃厂里的 做的汤啊 哦 现在不吃这个了 这个 这个 陈先生 我还知道一个 这个 就是在您做汤圆之前 好像家里还卖过冰淇淋呢 对 对 那是 八八年 八九年 这个 那时候正好是 改革开放将近十年了 人的思想观念也有些变化 呃 我也经常到广州啊 沿海地区去开会 嗯 我在我上海看到的 冰淇淋卖的很 很 很不错 那么我就 呃 开始借了一万五 买了个软质冰淇淋机 都 请家里人呢 都业余时间都去 呃 搞这个 哎 都搞冰淇淋 就从这个地方 开始起家 但是我不好露面了 我在医院工作 我只好悄悄地 在幕后策划 搞地下工作 嗯 这个 那你那一段的经商经历 有没有给你积累一些经验了 呃 有经验 嗯 虽然是 这个地下工作 但是也懂了一些 商场的一些 新做的 一些酸甜苦辣 嗯 艰辛 创业的艰辛 我也体会到 那您卖冰淇淋总共多长时间 呃 三个月都把本还了 哦 我借了一万五嘛 三个月都把本还了 而且生机非常不错 嗯 如果郑州的老人 如果郑州一些老同志 要是回想得起来的话 那时候中州商场啊 是郑州市最亮点的 一个大商场 那个中州商场开业 那么我软质冰淇淋 都在里头都销售了 都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说我们郑州人 那时候都吃到你们家东西了 哎 对对对 郑州市的第一家 搞 家系冰淇淋 是我搞出来的 嗯 这个 因为那时候啊 上海要买一台 夹心冰淇淋的机器 七十多万 对我来说是个天文素质 根本不可能做夹心冰淇淋 但是我看到那个小路很好 在上海 那么我都动脑筋 就一分钱没有花 就利用我做冰糕的设备 做冰糕雪糕的设备 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啊 就是先把皮炖好 然后把内容倒出来 再把冰淇淋夹进去 插上棍 夹心冰淇淋都出来 当时没有人 当时 当时没有想 哎呦 没有设备也能生产出来 他们没有想到 哎 结果我们又投入设备款 那么郑州市的高档的 绿芯 夹芯 冰淇淋 都出来了 那个包装 跟上海那个高档包装 是一样的 但是是我的雪花牌 是你的雪花牌 后来我又搞其他的新产品 什么 谈葫芦 什么 这个呢 搞了很多 总有新品种出来 陈先生 说到这儿 我得打断你 我知道在那个年代 人做生意啊 你刚才也说 是偷偷摸摸做的 就是至少说 社会大环境是不允许的 对对对 不太容忍的 那有没有周围人 也说过你最好 有啊 有议论纷纷的呀 不但周围的人说 甚至亲朋好友也说过呀 说你 哎 你怎么 守住这么好的工作 不干 去搞个体户啊 当时 议论还是很大 那你那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你觉得他们说的对 我觉得这个 很有趣啊 通过我的这个劳动 通过我的构思 马上都可以赚到钱 这个 起码来说 我是很成功的 那么我做冰淇淋 做了两年 规模也大了 充一几个人 一直后来又增加到几十个人 那么夏天的时候 做生意 冰淇淋 生意非常好 那么过了十月份以后 天气凉了 那个冰淇淋 都进入淡季了 那么这么多人 怎么办呢 你总不能叫他们 回家休息 明年你再来 那好像也 也有点 对不起我的工人 以前我有一年 去东北哈尔滨出差 我到人家家里面 去做客 他都是把我很多水饺 都扔到窗户外边 都冻起来 装在那个面袋里头 随时想吃的时候 从窗户外边 抓一把水饺 回来一煮 都吃了 就跟他家门口 是大冰贵 对 我说这个水饺都可以冻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取 这么方便 那么我这个汤圆 如果也给它变成冻的 酥冻的 是不是也可以呢 说 摸到最后 发明了 搞了一个两次酥冻法 两次酥冻法 都先把汤圆心 给它冻了一个硬球 然后再用软面 在这个硬球上面 再包一下 再第二次冻 这样分两次冻都好冻了 而且这是 所以我都当时的话 都申请了 酥冻汤圆的生产方法 那在全国是第一个 申请了专利 当时的 不但这个汤圆方法 琢磨出来了 而且这个汤圆怎么包装 以前的元宵嘛 都在街上小摊卖的 弄个塑料袋一抖 还在用纸包一下 都拿回家了 那么我想这样的话 不雅观 也不便于装箱 也不便于运输 也不便于堆码展示 后来我都想了 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那个小塑料袋 给塞子弹一样 一个塞一个 一个塞一个 最后塞了一大串 这个盘而塞到里头 最后呢 就用麻粉纸做托盘 这个软的塑料呢 用定塑机 钉到这个上面 后来卖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后来我想这个 里头又是定塑机 又是麻粉纸 又是塑料 太复杂了 后来我又琢磨 怎么能够简化 后来呢 都是底下这个 泡沫托盘 中间弄两道小条 那么一排五个 一包十五个 正好五百克 外形包装再一弄 这回我觉得很好看了 这回比较成功了 前日您自己琢磨出来 琢磨了 晚上睡不着觉 都琢磨怎么 给它装怎么好看 怎么白练 最后这个 就搞出来以后 我比较满意了 赶快跑北京去申请了一个 苏栋汤圆的包装的 食用新型专利 又去申请了一个专利 杰先生说到这儿 我还得打断你 就是这个 原来我觉得 你做冰淇淋做成功了 是一个自信的一种 心里有一个准备了 但是做汤圆 我觉得你怎么认定 据说把当时的副院长 就给辞了不干了 还没有 还没辞 这段是 那时候还在搞地下工作 还是地下工作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已经名正言 还是物价级也气了 上边也都是偷偷地干活 对对 不是 有代理人嘛 找一个代理人 这样的话呢 但是呢 去推销产品是我亲自去 怀着是星期天 怀着是下班以后 当时有没有想 怎么没想着 豁出去了 就做这汤圆吧 你当时为什么不敢 那也得先 先试试 去买一张水看看 深浅 说郑州卖得很好的时候 我没有满足 我都马上 我趁北京去开会的时候 我都到了北京的 那时候还是个副院长 对对 然后到又去北京去 推销产品 推销产品 那没有耽误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冷藏车呀 带产品不可能 那我就 正好我们那个汤圆 跟平板球大小差不多 那我就用了很多平板球 用我们的包装 做了一板一板的 这个我们的产品 放到我的包里头 带到北京了以后 正好北京的会议结束了以后 我就到西单菜市场 东单菜市场 找到他们食品部的经理 我是说我是从郑州来的 我们郑州发明了一种 苏栋汤圆 全国都还没有 在我们郑州卖得非常好 商家利润也很可观 他说你拿来看一看 我都从包里头 把我那个模型拿出来了 一看 看起来很漂亮 没有见过这么精细的东西 包装也很漂亮 也很好 上面也有说明 使用方法 还有条码 还有厂家 非常正规的产品 他说这不错呀 他说这不是平板球 你给我干什么 我是食品部的 他说我这个汤圆 跟平板球一样 这是模型 后来说这样吧 你送来 我说这个呀 我看你们商场的 这个生意很好 你卖卖看看 你要多少 我不要钱的 卖得好了 我送第二车的时候 你再给我结第一车的款 他认为没有风险 说那这样吧 你送来五吨吧 送来五吨看看 这样的话 我都打电话 通知厂里面 赶快加工生产五吨 租了水产公司一个保温车 逐人家的车 这个拿去了 给这个商场送去了五吨 哎呦 一下在北京都卖风了 凡是北京那些老干部 老四川人 南方人 一见了汤圆 回去煮了以后说 哎呀在北方 从来没有见到 这么好吃的汤圆 说很快北京都跟郑州一样 很快都卖风了 那其他的情况呢 也是如此 打到哪个城市 哪个城市都火爆 就一直很顺 就没有吃过闭门羹 所以我觉得你一个产品 好的产品 就是通乡市场的通行证 不用你过多的宣传 只要你用最原始 最简单的一种销售方法 好不好你尝尝看看 一尝了以后 他觉得这东西的确好 这个他都容易接受 以后拔开市场 到沈阳 到太原 到济南 到全国各地 都是这样 都很简单 我就看着听你 什么时候辞职的 我觉得这事都 这当着院长 还满大街的 到处宣传自己的产品 我可 哪有这经历啊 那到了92年 五月份 我都说 我写辞职报告了 我说 我干脆听起留职吧 不行了 干部不允许听起留职 那我说 干脆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辞职 写个辞职报告 92年 我都辞职下海了 其实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目标 比如说 那你当时做这个 汤圆的时候 那你那个目标 设计有多大 没有多大 这个当时我觉得 哎呀 只要做得很好 受欢迎 能够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能够 大家喜欢这个产品都行了 没有想到 今天滚汤圆 越滚 不可收拾 一下收拾不了 那你想挣多少钱吧 咱说点 我没有想挣多少钱 我都说能够比 比在医院工作 强一点都达到目的了 而且干得还很苏醒 说我赶上了改革开放 好时候 赶上了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家家户户 冰箱都普及了 说我生产出来这个苏东视频 正好赶上了用场 得到了这么好的机会 说我为了感谢党 党的好政策 富国富民好政策 为什么我一开始都把企业 起名叫三权呢 就是为了感谢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了纪念它 说起名叫三权 陈先生 那么据我们了解 你当年曾经在这个西北 而且从事的是医生 从事的医生这个职业是吗 对 在四川工作呢 十几年的确对我锻炼很大 这个因为三线工厂嘛 大家都知道 那个环境比较艰苦 我们才去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 离县城都几十公里 喝倒田水 住大庙 大干大雷 这个生活相当艰苦 但是呢 艰苦的生活都锻炼 我这个意志了 那个克服困难 自己什么都得自己动手 你要想吃好的自己做 对 你要想 这个过得好点 你自己创造去 你像我们的 连房子都是干大雷都自己动手盖 我听说这个领导还给你派任务 让你去那个地方还建一所医院 对 那个医院呢 因为这个兵工厂嘛 其他都是搞工的 都是搞那个军工企业的 那么医院 那么医院要盖医院 他们没有 那我都自己的 自己画图纸 自己去这个采购设备 这个什么都自己动手 然后呢 找一些施工单位来 根据我们的意图 把这个医院都建起来了 说这都很专业 那你那时候是做什么 什么那个 就医生是哪个专业 我是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 要动刀子的 虽然是外科医生 但是在那个很偏远的山区啊 那什么病你都得看 全可以 也得全 本身是外科 但是你遇见 什么小孩有病你也得看 那甚至于抛肤厂 蓝厂你也得去开刀 也得做 什么手术都得做 很锻炼人 那个当时据说是那个工具啊 就这个手术 当年还做了不少的 哦不是 那个手术器件 手术器械啊 因为当时嘛 这个工厂里的条件很好 什么机床 设备什么东西都有 这样的话 我一看很多手术器件 比较懦厚 那都利用工厂的有利条件 那更新改造了一些手术器件 骨科器件 脑外科技件 甚至包括 结余手术的一些小器件 我都给它又重新 给它改进改进 搞了一些小改小格吧 那你是不是跟你这个 以前那个小时候的性格有关系 是不是以前就爱钻研点什么东西 哦是这样 虽然是学医的嘛 学校但是有业余爱好 这个我觉得呢 这个幼年时候的 这个生活的磨练 对自己帮助很大 我业余爱好 我是喜欢无线电 喜欢无线电 所以说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呢 都自己搞无线电 搞收音机啊 半导体收音机 最早是矿式收音机 后来是真空管收音机 后来又是半导体收音机 最后又是录音机 录像机 慢慢自己都 业余爱好 无线电爱好着 慢慢都对这个 无线电都 入迷了 说说我后来工作以后啊 老是给人家 业余时间 给人家修东西 踩电坏了 我帮他修 并不是说 这么 我有这个爱好 几天几夜不睡觉 也要把这个毛病给他找出来 不亮的电视 我得给他搞正常 所以这种 业余爱好 成了一种弊病了 我觉得 你觉得成病 至少通过这些事 可以看出来 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一般这搞技术人 都比较专注 对 我也搞了一些 利用在工厂的有利条件 又用废料 都研究 搞了电瓶三重摩托车 那时候 国内根本没有电瓶车 我把它搞了一个电瓶车 平常骑入 我自己电瓶车上下班 当时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看习气 最早市面上 没有卖洗衣机的时候 我都用上洗衣机了 就是用一个大铁桶 是不是噪音一定很大吧 噪音不小 上面有个大铁桶 底下是个汽车的马达 通上电瓶以后 上面一个皮轮一转 衣服人下去都洗了 就根据那个原理 我都做出来洗衣机 说那是最土最土的洗衣机 您当时没有就是做洗衣机 您就做了 可能现在成了洗衣机场的老板了 反正这也不好说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像做汤圆 这么执着 对 那这个现在三权 应该说是很知名的企业了 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咱们三权现在规模究竟有多大 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三权的话呢 有职工大概一万六千多人 除了郑州本公司以外呢 在全国还有三十五个分公司办事处和分厂 这样的话产品覆盖面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连西藏拉萨都有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在市场占有率 据去年的统计吧 占百分之十九点八三 那排列第一位 除了在国内这个市场 继续在扩展以外 我们去年又获得了自云的出口权 产品已经很顺利地走向了世界 走到加拿大 美国 香港 新加坡这些地区已经开始出口 那这个企业走到现在 这个每个人伴随着企业都会成长 那这个让您自己要简单地用几个词来形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 您会用哪些词汇 我是一个不是太精明的人 但是呢 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那您知道您的员工 他们背后是怎么议论您了 您了解不了解 哦 那个员工嘛 我根据片面的了解 听说一些 觉得我这个人呢 抠 抠 不舍得花钱 我自己消费啊 也不舍得花钱 不要真去买的话 您一般会去哪些地方买 我绝对不买 我去那个 要买我都是去那个什么黄鹤鹿 那个小商品批发市场 但是我买设备 办厂我绝对不扣 什么设备好 那花多少钱我都不吝息 那看用到什么地方 用于工厂的扩大再生产 用我的广告宣传 用于企业的品牌 做塑造品牌 或者请外边的高级管理人员 这些我一点不抠 尽管需要 所以他们那个抠也是片面的 给你下的定义 对对对 我知道今天来了不少您的员工 咱们听听他们聊 好好好 我知道其中有几位还跟您 当年一起跟您叫陈师傅了 那几位给我们举举手 小肠 来 我是1992年 十月份进堂了 那时间长一经就是 就是叫三军师傅了 就是我进堂以后呢 肠况是当时很简陋 就是有一般多个人吧 当时就是跟着我 陈师傅 陈师傅 因为他为他叫陈师傅 接下来就是 当时就是 董事长就一定就是 因为成为厂了嘛 成为厂了三军师傅了 当时就是说 工人都叫陈师傅了 陈师傅了就是 东师傅听说 哎呀这倒不好听 很受吧 就这样就是 陈师傅陈师傅 我们就一块你看 就是那时间装车呀 不管去轮廓搬户干啥 都是一块就一直到 就装车吧 一直等车装好捆绑好 我们一块一策划 一块一策划 到现在也是 就是有啥事 不管就是我们现在买的 新鲜这边干啥都要调试干啥 东西都一直陪到底就是吧 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调试干啥 我叫马一鸣 我叫马一鸣 是三权的副总 主要副的销售工作 我把我在三权里的感受 就是从三权的相识到相知 和我的感受 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点 和缘分的一些故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是93年从部里转业回来的 93年转业回来以后 分到河壁省一家生命厂 做副厂长 在做副厂长的两年中 感觉到自己的一个特长 在这种固有企业里面不能完全地发挥 所以来了以后 从销售部的副经理到销售部的经理 到目前的副总 这几年没坐一个台阶 真的是离不开董事长的关怀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 就是刚进入三权 进入三权以后 因为做销售工作 有些预言要签批 各地的预言要签批 在签批的过程中 突然因为把它上到这种位置 开始我的权力是 每签批预言三千块钱给我授权 三千块钱我也不敢签 因为每天的预言太多 所以全国各地的市场很大 董事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签 签做了都不要紧 给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这种这几句话 这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 所以从这开始 从三千块钱的签批 到五千块钱的签批 到目前 有时候每天的促销额度 都达到上百万的促销度 都是我这就我手牵批 对我的信任 所以说我现在成为三权人 我真是感到自豪 真的很荣幸 所以谢谢大家 小梁说说 在当时我做售后服务的时候 那个时候收到一封信 一个东北的沈阳的一个老先生 这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他说 在正月十五的前夕 他就去超市里买了一道汤圆 然后他说 在超市的入口处交费的时候 这个汤圆不小心 这个包装袋破了一点 所以流出来几个汤圆 当时小姐就把这个汤圆给她换了一道 但是她由此想到 她说 我常年喜爱吃三权丁汤圆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们的包装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在想 如果是收了费之后我交这个钱 我只能愿自己倒霉 损失了五块钱 如果在我的儿子 给我下这个汤圆的时候 汤圆又流到了地上 我只能说 在正月十五给我增添了一些灰色 但是我想所有的结果 都是因为三权的包装袋质量存在问题 所以说最大的损失是三权 那么我收到这封信之后 一个我们召开了这个质量会议 另外同时我们的董事长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大家结果讨论 就是说要给这位老先生寄上去一百块钱 同时我们在加强质量管理的同时 又给他回了一封三张的信 就把我们这个很感激的心情表达给他 我想呢 现在很少有人会去写信 就看到这个质量之后 他无非就说 我下次不买你这个汤圆了 所以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大的醒 那么寄这一百块钱过去之后 我没有想到两周之后 又收到这样一封信 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们不但这么重视 而且还寄来一百块钱 但是我全家人说 我们没有损失 所以我不应该要这一百块钱 但是既然这一百块钱寄过来了 如果退过去也不合适 经过我们全家讨论了 我们把这一百块钱到超市里 买了所有的三泉灵汤圆 送给我的亲戚和朋友 我要让他们知道 三泉的质量不仅好 三泉人的售后服务也非常好 我要让以后我永远吃三泉灵汤圆 我来自山东 浅南 联石通公司 我和陈董事长 我们是相识十三年了 因为我就非常注重观察陈董事长 他的一举一动 他对待客户 他的供应商 这十三年来的 在我的记忆里 他没有再诚信这两个字 过去没有讲诚信 但是没有一家就是欠过款 各方面信誉特别好 而且你都是为对方考虑 陈先生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三泉灵的经销商 是这样 您长期跟咱们三泉打交道 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我跟三泉的这种交道 实际上应该讲有一个小小的经历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跟三泉灵这种交道呢 实际上这种过程呢 也体现了三泉灵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过程 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刚才咱们陈董事长也介绍过 在三泉灵它的发展 就是说从92年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十年多的时间 那实际上我们跟三泉灵做这种生意呢 应该讲接触是在96年 但是真正呢 就是行政这种合作的关系呢 应该是在98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年的经历呢 也就是这样讲 三泉灵它毕竟说是以速冻汤圆为载体的一种速冻 那么汤圆这种产品呢 应该讲我们身处南方的同志都知道 那么在南方呢 汤圆的普遍程度 和它的这种 就是说大家这个 和这种日常的这种吃法 那么应该讲是比较普遍的 那对于就是说这种以汤圆为载体的三泉灵产品 从郑州进入南方市场 那应该讲它会有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也是有一个对它了解 和一个对它一个寻求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这一点呢 那是证明了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三泉灵不但说是以 在这个市场投入方面增加了大力的投入 而且呢在人员上 包括运输上 尤其是在档期促销和春节的供货上面 那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也就是说真正的体现了三泉灵 以咱们陈董事长为领导的这个三泉灵导集体 和三泉灵全体人员 这种求识奋进诚信代人的这种企业精神 那么同时呢也体现了 这个三泉灵团结 务实 那么对于这个经销商这种 长期共同发展的这种合作态度 十号小泉灵 大家好 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我家要离开三泉的时候 春董送我的两个字 两个词 第一个是诚信 第二个是包容 从这两个词 从这两个词 我现在感觉到 真正是能反映出来 陈董作为成功企业家的一些 个人魅力所在 因为古人有一句话 海不 海不 海不死水 不能成其大 山不死土石 不能成其高 我觉得这也是 应该是做企业 得以成功的精髓所在 我今天 在这里 要想说一声 我曾为我是三泉人 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这里我衷心的 谢谢三泉 谢谢陈董 陈先生 就是刚才大家也说了这么多 我能感觉到就是你们的员工都把您这儿当成家 除了工作以外 也经常搞些文艺活动 像以前在小独庄的时候 我专门请舞蹈老师来教他们跳舞 那么经常搞一些文艺晚会 演讲会 搞很多这种活跃职工的生活 当然搞这种各种演出的时候 我自己也要带头 要带头活跃一下气氛 那您的变魔术跟谁学的 这个变魔术呢 我本来学生的时候就好转眼 哪个地方有魔术 我都去虚心向人家学习 你怎么学了 交给我一手 我也不怕人家不交给我 既然那么我都虚心 学了不少东西 那后来呢 还有一些很精彩的魔术 那我是不是大便活人 什么好多呀 我都会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我看着呢 我都主动登门去请教人家 不吃下问 你像我在这个郑州杂鸡团 我都学会了很多 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您这也没坚持 要坚持完又成魔术师了 那是对啊 是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着 咱们这个董事长给咱们变一把 想啊 怎么样 需要不需要配合 那是这样 我这也不叫魔术 都等一个小游戏 小游戏 那有没有自暴分容 上来三位 三位是吧 三位助手 男女不限吗 不限 好嘞 举手 这呢 他们三位呢 每个手里头拿了一个纸圈 每个人划一个剪子 先不要动 然后呢 我示范一下 从中间剪 就是说 它是一个从中间给它破开 把它冲 不要搅断 千万小心不要剪断 都从中间一直破开 好吧 开始 这样 对 它这个剪了以后 你拿到手里头 好 你的剪断没有 剪断分开吗 这个分开吗 这个结果都出来了 同样是一个子圈 但是呢 三个人剪的结果都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 都是说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条件 但是结果可能不一样 那你们再找找原因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没想到啊 董事长您这个 真是很广泛啊 现在你看我这个体格 已经不像了 但是我年轻时候 是体操运动员 所以说 所以说能够吃苦嘛 体质好 我都熬几天几夜 搬东西干种活 都不害怕 因为什么 锻炼出来的 什么单杠 双杠 吊环呢 当时还参加过 神级比赛 所以体格比较好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呢 他这个一个是知识要广泛 再一个身体是本钱 那这个在您这么多年 这个事业过程中 您觉得谁对你帮助最大 我觉得我爱着你 对我帮助最大 因为什么呢 这个首先 尤其是在 我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搞一些构思 搞一些发明创造 我想好了 他都给我绘图 给我写文字说明 那每天两个人都是熬夜琢磨 这个东西怎么画一些图子 那我配合得很好 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创业的时候 我给他商量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 我要得到他的支持 最后把他说服了以后 我干起来才有信心 说在这方面 他是我一个坚强的支持者 而且呢 说这个唐元呢 真正会做的不是我 是我爱人他做唐元 他跟我在四川生活了十几年 他都学会了四川的手艺 所以这个交工人 手把手的交工人呢 是我爱人在车间里头 手把手的交最先操作的工人 是他带头交出来的 而且这个他工作很细 不管干什么工作 这个小事他算得非常细 想得非常周到 我这个呢 都是大面上 所以说都拿到了 我都不在乎了 具体管企业 管得很实实在在的 管得很细的是我爱人 那你们的管理方面 会不会有矛盾呢 没有矛盾 我们两个互补 互补 我很粗心 他很细心 我想大事他想小事 我对外他对内 所以我们两个互补 我们在这次采访之前 也采访您的儿子 我们来听听他对您的评价好不好 好 请放录像 在我的眼里 我的父亲有三个个人的这个品德是值得我去来学习的 那么第一个呢他比较有这种创新的意识 他从一个大夫去跨到另外一个行业 而且能够抓住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的一种趋势 就是把中国传统的食品转化成一种工业品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意识所带动的一个行业 第二个呢他对待人比较宽厚 从员工到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么这种董事长的这种宽容 可以说是我们企业能够不断发展的一种这个基础 那么讲到这个开明 更多的我觉得他希望能有一个管理的团队 能够使这个公司能够永续的发展 但是呢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不易察觉的一个 他是个做事非常简单和单纯的人 可能正是因为他有时候处理事情的这种单纯 反而是很容易把事情来做成 对孩子儿子对你的评价还很高 我知道现在这个企业应该说是子承作业 那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是吗 对 以前他没说我这么好听的话 没有 他说 就是说那个那你觉得在管理企业上 你的优势在哪里 这个孩子的优势在哪里 那个我觉得年轻人比我们强的多 首先他们这个接受新事务接受的比较快 他们这个思想比较活跃 精力比较充沛 这个交际面比较广泛 这个敢冲敢闯 这是他们的优势 而且很多新的观念 我们老家伙是不能比的 但是呢 我作为这个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这一代人呢 就是说给他有个自愿 你往前冲跑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可能要提醒一下 稳一点 三十二后行 慎重一点 不要失误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咱们河南应该说是一个冷冻行业的一个基地了 对 就从三全开始后边出现了很多的品牌 应该说很多人都说了 最初是您自己跑 孤独的跑 现在有很多人在后边追着您 您是零跑 那么您能比较一下这两种感觉吗 以前呢 在几年以前呢 我们的产品只要生产出来 丢着那一墙 丢着那根本不需要销售 就是计划分配 你们来了以后打电话 我分配这儿的多少 那儿的多少 用不着的人跑出去搞销售 那么现在的整个市场变了 从这个卖方市场变为了买方市场 而且在同行业当中的竞争也加快了 后来的郑州大家都知道 失恋也在四五年当中 失恋也起来了 而且起来的势头很猛 这时候就好像以前我晒跑嘛 我这个领头和后面的距离达得很快 现在突然追着快赶上我了 这都给我一个紧盘感 你如果再不努力 人家可能都要脸上你了 这时候对我是个 可能是个也是一种压力 也是个激励我要赶快发展 所以我很感谢四年 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在我的跟前对我是个独处 我觉得还是很有好处 好的 应该说今天跟您聊了这么多 我们也受益匪险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要做好自己 那么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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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